对我来讲,我是非常高兴的,你们的到来也给我很大的鼓务。 我要特别感谢李建中先生,同意来主持这个吹杰林。 李先生,他在彭亨州什么区区州医员的时候,我已经认识到了。 那时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是一起在所谓的预测Grid的运动,一起后援,反对Linux。 我们那个时候是一直争取Linux的关闭,到现在还是在争取中。 OK,各位,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那么多年我才做这本书。 之前我也想简单的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又选择国家与发展作为我研究的问题。 所以,国家在我的 context,在我的书里面,不是指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或者美国的国家,不是指国徒或者地理的地方。 而是将有关国家的机关,好像自政党当权的政政党,官僚,警方,立法等等。 他们组成一个国家的国家的机关,那么领导这些机关拥有权力。 然后他们用这个权力来做决策,策划,计划等等。 我开始的时候,有人问我,你说你的研究的主题是, 这个国家和国家的建议,是指哪一个州。 我说不是,这个州,这个州的概念是,好像刚才我说,跟大家解析的。 我对这个题目很兴趣是因为,在三个世纪七十年代中起,是学生运动进化的事情。 我记得在1974年,马大西亚罗佛州发生大西乌达拉牧牧区强策事件。 同一年,同一年,又因为架下跌而爆发的极大华林农民抗议的行动。 这两场因乡区贫困而导致的事件,引发了全国各地学生的抗议行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高压、暴力和专制的手段,增压这些抗议行动。 政府,由于利安法令,展开了大规模的拒谷, 马上处封印象区质管,楼核赛 44年代通知噩洋, 不仅仅是 好像我在书所念的 是一个发展的工具 为国家全民发展的工具 而是 也 用来 如果必须的话 为了特定阶级的利益 正要 反对这些利益的群众 所以我说 这个State就是国家 很值得我研究 但是 我那个时候对这个 State或者国家 国家机关 他们的心智 他的心智 尤其是阶级的心智 然后怎么样 因为 为某一些基本阶级 利益和服务 影响到他们的选择 就是选择的权 我不太了解那个时候 所以我说我应该研究 好彩 好彩 那个时候 有碰到 周梦 周梦 刚刚从美国回来 他又来国民大学担任 讲师 那时候我们大家是 同事了 之前 我们组组讨讨论会 就是 他也鼓励我 所以我就 然后选择研究的心 就是国家和国家阶级心迹 然后这种心智怎么样影响整个发展过程 作为我研究的主题 在18年完毕了 不久过后 有一所相当有名的 相当有地位的出版社 那个时候还没有文运 80年代初期在台北欧还没有成立 就答应要跟我出版 然后 刚刚好在82年 也是我加入民政党的一年 我会做出这个决定 就是暂时不要出版 因为我日益参与在华教教育运动之中 特别是我支持最初在第六届全国大选中 得到董教育运动认可和支持的两位民政党的不选分 当时 当时董教育运动认可和支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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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是一个亚立集团 通过带动民众 反抗政府的力确 不公的教育政策 而能够保持坐华小 度中 然后那个时候 积极的争取成立 入立大选 所以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支持两位同共民政党参加16届选举 是因为那个时候华小刚面对着一个生存的一个威胁 他们认为当时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发生过 他们认为说我们在外面这样压下去也未必会能够保护到华小的生存 因为他们一定要采纳一个措施 可能会有一些到华小的 所以我们当然在外还是要压 但是我们也在里面利用 国家的舞台来整齐 我当时支持这个组长 对不对 有你们半段 历史半段 我加入了民政党后 我在党内的一些领袖的圈所下 推迟了我的论文的出版 我们他们认为这本书的内容 特别是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部分 可能与当时自政国政的立场相悲 在聆听了这些观点后 我决定不再寻求出版这部论文 当然在会训 Teddy 我��서 我当然过后后后期 后悔了 但是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完全我个人寻求的 从那个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似乎从未考虑出版这部论文。 但是,几年前,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的论文的导师, Dr. V. Selvranam,和马达的教授,Raja Laxia,都劝说我重新考虑,这个事件是重新考虑,不要出版了,所以他们说应该出版。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举到太大的进展,直到去年初,我突然决定继续去版。 所以,今天这本书已经出版了。 这本书是讲什么呢? 我是简单简单,让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本书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英文, 我们说Economy,看马来西亚国家,就是The Malaysian State,而发展的研究, 特别是关注在1971年到1980年的期间。 这个时期,坚持了新经济政策的追求。 其两大政策的目标是不分种族,不分族群,消除贫穷, 也重组马来西亚社会,有纠正,住群间的经济适合。 这个主题的选择是坚持在两个基本的信念。 首先,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角色, The Malaysian State, 它机关的角色, 在这个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 发挥了核心作用。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1957年到1969年,就是马来西亚得到注意的首十二年了。 我们的政治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更做自由市场。 所以我们的政治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更做自由市场。 到了1969年, 在马来西亚, 谈到这本家有, 可以说是两群啊。 第一,就是外国, 特别是英国, 因为英国是我们的知名第一个国家, 韩国。 所拥有的塑料源啊, 西方啊, 等等。 the largest capitalist class, in terms of wealth ownership, 就是从财富拥有的价值, 这个基本价是可以说是最大。 下来就是本国, 基本上是华人为主的, comprator capitalists, 为什么? comprator capitalists? 买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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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买饭基本上是我们家, 后来也有从事, 那个制造, 也有参与交通, 那个金融等等。 那么, 马来人基本上也没有, 基本, 而是自动交, 因为他们的上层, 是在, 这个, 官僚, 那个领域担任高智。 那么, 中产阶级都是老师, 啊, 还有一些是在服务领域。 那么, 最,最下层的, 啊, 当然是农民, 为主, 啊, 有一些是在, 啊, 啊, 小园, 那边做工, 或者拥有很, 很小型的, 那些, 啊, 圆球等等。 那么, 基本上, 他们的, 整个社会的, 那种, 啊, 啊, 结果是, 是这样的。 那么, 到, 发生五一三, 这个悲剧后, 那么, 武统内部, 也就是, 当权者, 发生内斗。 有很多, 马来人, 对, 东坡阿拉曼, 的, 自由, 市场, 政治很不满, 因为认为, 在, 政府没有干预, 的情况下, 马来人, 没有可能, 可以, 打进,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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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习惯也好,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 在这个自由市场里头, 自由的竞争, 然后, 可以培养出, 一匹, 马来人, 的, 资本家, 唯有, 通过, 政权, 才能够, 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 新的, 一派, 由, 东阿布拉萨领导的,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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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其他一些官僚, 的, 的, 配合, 跟, 呃, 组成, 一批, 呃, 精英校, 就, 把公布, 拉下来, 他们就, 资争, 资争了公布, 他们就, 认为, 我们, 必须要用, 政权用, 就, 用, 国家权力, state power, 来, 培养出, 一批, 马来西亚国家, 企业家, 或者, 资争家, 或者, 所以, 马来西亚国家, 的, 是一个, 就是一个, 维护, 资本家, 的一个, 国家, 一个, 就是一个, 很多机关, 基本上, 是要, 保护, 跟, 扩大, 这个, 资本家, 这个, 这个阶级, 那么, 虽然如此, 呃, 不意味着, 这个国家, 这机关, 没有, 没有, 没有不到, 啊, 下层, 农民, 有些, 农民, 跟, 啊, 在, 制造领域的, 劳动阶级, 有, 尤其是, 在我们这个, 啊, 用, 改选, 来选, 新政, 改选, 那么, 当权快, 不得不, 一定要, 把很多资源, 也分配给下层, 但是, 这个, 不是他们主要要做的, 我还是坚持说, 他们主要, 还是要, 把股权, 如果需要用法令, 就用法令, 或者, 需要用资源来购买, 购买, 给, 他们要培养出的, 马来人为主的, 资本界级, 他们, 照顾到民穷, 另外一个, 主要的部地, 当然他也要, 啊, 照顾到, 照顾到, 资本主义社会, 无需的稳定, 各位, 你可能, 也想问, 据四十二年前写成的, 论文而出版的书字, 对今天有何意义? 首先, 就如, 呃, 周末, 在我那本书的前年, 所写的, 还有, 让我在这里, 四十五年后, 我会已经修改的, 佛书论文的出版, 将让读者能够回顾, 当时辩论, 而讨论。 我相信大家也同意说, 新经济政策, 虽然是在一周七十一年, 推出, 但是他的精神, 到今天, 还实在, 不管他的政策, 国家政策, 经济政策发展, 他的, 名称是什么? 但是, 所, 新技政策所提倡的, 已经, 已经被, 制度化, has become institutionalized, what has been advanced by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has essentially being institutionalized, 尤其, 种族主义, 因为他是用种族主义, 作为, 保路, 资本主义, 的一个, 很, 重要的策略, ok,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要理解, 今天的发展, 是不是要回去, 过去, 他的开始是怎么样, 他是在, 呃, 怎么样的阶级, 斗争下, 炒进出, 这个新经济政策, 我认为, 理解, 新经济政策的历史, 尤其守十年的历史, 对, 你今天要更加了解, 种族主义也好, 建计斗争也好, 为什么, 新经济政策在精神上, 还是继续下去, 如果你要理解的话, 我认为, 我, 所, 在书文内谈的, 还是, 有关联的, 还是有用的, 第二, 我也认为, 新经济政策一开始, 体向用, 周全, 来, 肥养, 保护, 尤其是马来人, 这个, 这种, 这种, 措施, 还是到现在, 还, 还有用, 而且更加严重, 我认为, 但是, 它有一点辨识啦, 当然, 在马来多年, 做首相的那个年代, 有, 有变动, 是说没有变动, 但是我, 我,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会, 在这里谈,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还是继续用政权, 或者是, 还是继续滥用政权, 我觉得现在的阶段更严重, 以前, 拉萨克斯坦, 还是说, 是, 收购, 是, 暂时性, 通过, 国家, 企业, 来, 暂时啦, 暂时是拥有, 代表居住, 拥有这些产权与国营, 以后, 我慢慢可能会, 会得, 初步的, 看, 可以卖给他们, 我现在呢, 一下子是, 用政权, 为家庭, 为自己, 通过, 采购啦, 通过, 成立更多的, GLCs, 跟GLICs, 然后他们又, 直接从事, 很多, 这个商业领域, 制造领域等等, 然后很多, 董事, 主席, 董事, 这些, 是, 财富, 累积的, 主要来源, 为什么, 胡同还是, 坚持争取, 争取, 每一间, 很多, 那个GLC的董事主席, 要一定要给胡同的领袖, 因为, 真的是采购嘛, 所以, 我觉得, 我所写的, 虽然是, 已经很, 很久以前, 到现在, 还是, 继续下去, 然后, 各位, 我看我今天下午, 所要介绍的, 是, 到这里的一集, 最后, 我再次, 感谢, 李建宗, 博会员, 还有两位, 主讲者, 还有我们的, 主持人, 还有, 我感谢, 李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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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我们的国家, 以及, 经济研究章。 现在, 邀请, 李建宗, 李建宗, 谢谢英文,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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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李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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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大家, 各位, 您可以信心的朋友们, 大家小朋友, 呃, 我想, 刚刚听了, Dr. Toh, 所提到的, 这个, 这个, 关于这本书的一个, 新路历程, 从, 嗯, 原本在, 四十年前要出版的, 那是因为一些原因, 没办法出版, 然后, 其中的曲折, 也是跟我们这个历史的, 呃, 呃,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 更加让我们想要说, 嗯, 人手疑本, 去, 呃, 真正的了解, 关于这本书的这个内容, 我将将不是要帮, 呃, 老板卖书嘛, 哈哈, 但是, 呃, 我本身, 呃, I managed to finish to turn off the votes, 呃, 还来不及看完好, 但是,呃, 呃, 呃, 对于这本书呢, 我觉得是, 一个, 有着一个非常深刻的意义,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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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 从, 呃, 呃, 七十年代开始, 呃, 深刻的影响了, 我们每一个人, 马来西亚, 那我想, 呃, 他和, 在这个独立时期, 除了独立之外呢,呃, 呃, 让我们时常都在争论, 都在讨论的,呃, 呃, 因为国家政策的发展, 都脱离不了新经济政策, 那虽然明义上, 他已经是废除了, 但是, 他的DNA, 他的精神呢, 还是继续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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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存在我们的国家的政治体制内, 一直到今天, 那这本书呢, 就从很多的方面呢, 去探讨, 现经济政策推出的头一个十年, 到底为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会觉得这十年是最关键的, 因为, 它是一个开始, 那也是一个, 呃, 刚要推展这个政策的首一个十年, 呃, 有了这个十年呢, 才能够让我们接下来更加, 深刻的, 哦, 去探讨, 心经济政策, 一直到今天, 啊, 到底, 对我们国家的政治, 经济, 呃, 社会面向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 那我个人呢, 不想和我们的主持人去,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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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然有它很大的一个贡献, 我先讲它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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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的发展是快速的,呃, 呃, 我们看到每十年, 我们的GDP不到十年就会翻一翻, 所以这是一个,呃, 呃, 看到一个,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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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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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整体的生活数字的提升, 呃, 最近呢, 除了提到这个, 这个, 国家的, 这个, 干预, 政府的干预呢,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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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的领词, 是叫做,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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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一个政府要有作为 他不能够采取一个放任的经济方式 政府不插手 让经济市场去决定 经济要怎么考 他的看法呢 必须要增加政府的行政的素质 还有效率 必须要有一个Mission Mission 举一个例子 其中一个Mission 的例子 是登月计划 怎么样要让这个火箭可以登上月球 如果政府没有插手我想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 美国和苏联的竞赛 也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让我们的科技产生那么多的突破 那当然现在我们并不是要让火箭飞上月球 这是一个比喻 所以怎么样可以让政府有一个明确的Mission 那么集合全体的政府机关 还有人民的力量去达到这个使命 所以这个政府的能力的建设是很重要的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独立的初期呢 其实政府书里面有提到的 超过一半的这个发展计划 其实是由外国的专家来帮忙处理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要借助外国资本 资本家 来资助我们怎样去规划我们的五年大法计划 所以现在这个现象已经不存在了 来证明说国家的发展会带来的一个能力的提升 那当然刚刚提到的都是正面的一些影响 那么新经济政策当然还有它负面影响的一点 很显然的我们看得到它比较大的负面的影响呢 产生在新经济政策落实的复半期 我们也看得到刚刚 读博士有提到 从一开始是为了要让国外的资本减少他们的资负 让国家的资本可以上去可以提升 到后来呢 这些资本呢 其实最后都落入到 恒党的受伤 更糟糕的是家人的受伤 在70年代呢 其实当时马来人的资本是很少的 只有一点九八十 但是国外的资本接近百分之七十 所以当时的整个发展 因为整个独立的历程呢 并不是通过革命而获得 是一个和平的过渡 和平的过渡呢 就是对于这个死骨的比率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英子民直至七十年代呢 还是掌控着国家百分之七十的经济年代 那么 当时的这个良好的使命呢 在后来呢 经过了扭曲 形成了恒党腐败的这个现象 而是值得我们去关注 也影响了 直到我们今天要面对的这个状况 第二点呢 关系到教育 因为NEP虽然提到 只是在扶贫 它的第二个目的呢 是要在消除职业和种族的这个分点 但是 无可否认的NEP 或者新经济政策 最后是去到了 怎样去通过教育来扶贫 通过教育来消除 根据种族来归类我们职业的这个效果 但是 这一个办法呢 我想 到了今天我们回顾的话 应该还是低多余力的 我们的大传教育 已经 逐渐的 下滑 那么到了今天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步 不只是大学了 现在学到中学和小学的教育 也先不得为一级 我们的教育的一些数字 包括 数理科的 STEM的这些国际考试 甚至比不上 领国越南 当我们推出新经济政策的时候 越南的内战还在发生 但是今天呢 我们继续承认 我国的教育呢 因为政治工程 因为这个社会工程的推行呢 产生了扭曲 那么到时今天 这个教育的数字不断的下滑 虽然 我们的土著的这个 入读率 必要率已经提升了 但是整体而言 它是得无产事 所以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新经济政策 还有非常合适的讨论的面向 我也认为这本书 应该都让政策制定着 让有这个 对国家有关怀的公民 都应该多去愿图了解 所以70年代 当时的政治经营 怎么样通过博弈 然后最后呢 推出了这份政策文件 那么怎么样 影响了我们深刻的 接下来的50年 更重要的也是 How can we take reflection 怎么样从过去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 新经济政策的推行 怎样有谁有这样的一个大 获利 还有大的一个使命 去推出另外一份 适合让我们继续 推动国家和谐增长 还有繁荣的一个新的这个文件 我想这份文件 不应该像50年前一样 只有少数的人来制定 来应该通过人民的 已经成熟的一个公民社会的 共同讨论去完成它 那么我也短短的议计去英语 那么我也有短短的议计去英语 我分享了 the pros and cons about new economic policy 这个文件 是非常 readable 我 managed to finish the two-thirds of the book I think due to my my own time constraint Dr.唐 has given me the book three weeks ago I promise I'll complete it in the next few days but it is one of the master plan that has laid out by the political elite in the seventies and I think my my call to the civil society is can we have that courage and also vision to craft and also to prepare ourselves for the next 50 years by having a very grand design and also a very visionary document for our society to progress and also for our society to prosper in the next 50 years to have less incidents of poverty to have a more inclusive society and also more dialogues among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so that Malaysia as a multi-cultural nation state can continue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gion and also in our own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country so these viewers thank you again for having me looking forward for our discussion with financial speakers later thank you thank you YP YP 可以留步 一下我們進行 一個推薦的儀式 有請杜博士也一起 我們請今天的主辦單位 林燕玉基金主席 欧元福先生 龍雪華堂的副會長 黃玉珠女士 and 社會經濟委員會主任 蘇永雄先生 還有林燕玉基金的 學術及教育委員會主任 黃玉琳博士 我們一起來 為這個書 做一個小小的推薦 我們為新經濟政策 揭開他的面紗 好 你們其他的 可以委在旁邊 一起見證 我們請杜博士和 YP李建聰 為新經濟政策 接開面紗 請幫我們揭開新經濟政策的面紗 請幫我們揭開新經濟政策的面紗 然後把書拿出來轉來張盒照 謝謝 人手禮本 本書現在是有在外面櫃台出售 有興趣的可以到外面櫃台 謝謝 為了感謝 YB 今天的立名 我們又請貿主席徵送國籃給 YB 其他的嘉賓可以見證 謝謝 我們也為了感謝今天的兩位主講人 我們請副主席協助贈送紀念品 我們有請王兆興教授 我們請王兆興教授 塞請王兆興教授 年輕龍 初期的貨物長 在一起 黃兆興教授 好 謝謝 Thank you 請回座 非常感謝今天的幾位主講人來跟我們分享 事不宜遲 我就把接下來的講座時間交給今天的主持人 也就是黃仙平博士 請到臺上就座 Before we move on further, let me pass the mic to our moderator today, Dr Wong Sien-Piang Dr Wong is the Vice Chairman of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er He is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Nanjing University He is now served a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Dungu Abdulrahman Yota 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碩士 也是中國南京大學博士黃仙平博士 他現在是任職在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助理教授 他同時也是零聯儀基金的副主席 也是學術及教育委員會的主人 來 掌聲有請 Thank you, Ms. Xiong I would like to invite our guests, our speakers First of all, Michael Ng, Xiam Ng And also from Wong Jin, Yuan 我們的時間只剩下一個小時了 本來今天是一個新書的結會 我們是應該環繞這本書 多談一些有關這本書 這本書本身的價值 之前我想 杜博士本身 跟文威力建崇呢 也有提到這本書 那我們下來這個座談會呢 可能就比較屬於 階級發揮吧 We more focus on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so that we can get some maybe some new views from our speakers today 然後他們應該對這方面呢 也長期的關注啦 所以呢 對我們國家推行的這個新經濟政策呢 應該由他們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們可以直接的就切入正題 因為時間相當有限啦 那像 黃教授本身呢 現在是 居住在海外啦 今天能夠回國來參與這樣子的一個生會啊 我想對馬來西亞長期以來 這個國家的發展呢 也非常的關注 還有我們 他自己也說 今天算是 比較年輕一代的學者 我們 那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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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 我們 應該對國家的這個 經濟政策呢 也有他讀到的看法 所以我們就直接 切入正題 那他們 提到的觀點呢 如果 在做的有些什麼想問的話 我們再提出來討論 好嗎 應該時間 只剩一個小時啦 所以兩位 所以要先開始來說呢 好 好 大家 下午好 我想大概去用一個 十五分鐘的時間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 先感謝一下 就是 這個邀請 如果您過 將近半半 來到這個場合 推薦覺得自己 最年輕的 就會覺得 欸 前輩們都在 跟他們感受特別好 然後 那我對這本書 有 我想說一個個人的感受 跟 說三個觀點 就針對這本書 然後提三個問題 當然 那個是我在讀了這本書以後的 一個讀後感 然後想說跟 以我的這個觀點來 跟大家做這個分享 跟大家一起來思考跟課題 我先說一下我這個個人的感受 就 就讀了這本書 當然大家知道說 怎麼是 讀老他在 讀博士他在 這個 這個博士論文 所所開寫的嘛 那 那我如果 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其實如果 我以今天的角度 來看這本 博士論文的時候 把這個博士論文 失敗了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 他又沒有什麼 什麼所謂的 理論框架 但是我說 我其實非常羨慕 讀博士的那一個年代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你想一想 我們今天 我們說 馬大 我說已經是全球 我擺大大選 但是你到他的經濟系 我說 他說 除了可能跟 杜博士那個年代 就是 都退休以後的 那一些 博士們 我說 不談談 基本上 你找不到一個 他可能可以在他的 這個論文刊登上 表現非常好的 但是他說不到 馬來西亞經濟 你是不是跟他人 在聽到這個 杜博士 杜博士在 給這個 講詞的時候 也提到說 當時候 周末回來了 大家對這個 國家科技 非常有想法 然後大家會經常翻三邊 然後會討論 我也可以告訴你說 這樣的場合在今天 一定不會在馬來西亞大學看到 我說 當然他有他的這個 這個 我們的整個制度的 改變的問題 現在我們 因為馬來西亞在 因為你要 全球百大 大學排名 很注重什麼 我們注重說 你的文章是發表在 全球我們所謂最頂尖的 這個期刊 第一流第二流第三流 而這些期刊 他其實不會在乎 馬來西亞的這個狀況 他對馬來西亞 這樣一個小國不感興趣 所以你要做的話 你一定要做這種 所謂的 技術的性的這種文章 你不能夠談 馬來西亞課題 你只能夠談 國際課題 所以換句話說 你來到今天 結果很多學者 他哪怕 入文發表得很好 但是他對馬來西亞 他的經濟 完全是 他的見解 跟在鉤壁點 聽到的是一模一樣 就這一點 所以我實在說 我非常羨慕 杜博士 他在當年 所長的那個年代 就是不管是海外回來的 還是在國內 杜博士辦的 其實都對國家課題 你知道嗎 都是那種熱血 然後想要為國家的 這個發展 盡一份努力 然後做一份了解 做一個學者的身份 做一個了解 所以對著我非常 非常羨慕 然後我在也聽 這個杜博士 剛剛在支持說 就是當時候 因為一寫完 就是加入理政黨 然後後後就是 因為延遲了這個出版 所以當時有後悔 我說 我想跟杜博士說 不用後悔 因為說這本書 他的這個歷史價值 他接著下來的壽命 肯定要比民政黨更長 所以 所以我說 完全打擊我他的歷史價值 哪怕今天多門 就是說他 因為一個很重要 我覺得杜博士 剛才也提到 就是說 哪怕是新經濟政策 已經結束了 多少年 那90年 officially就結束了 但是到今天 我們說英文不散 為什麼呢 他不僅被制度化了 而因為也包括說 其實我們的對 對種族之間的這個分界 它以另外一種形式在出現 雖然說當時的新經政策的目的 是想要說 滅除以這個economic function 來分界這個族群的 族群來分界economic function的 這個任務雖然說達成了 但是他卻又以另外一種不同的方式 然後我們族群之間的這個分界 又再次出現 所以我說就這一點 那這本書的精神跟歷史價值 我說它是隆存的 好 這個就是我關於這本書 就是獨厚的一個個人的感想 先回 就回到來我想提的三個問題 那這本書其實是它 像剛才 我是想到哪說到哪 所以我手上沒有任何的脾氣 所以我的第一個點是什麼 雖然這本書當然因為 它是談的是新經濟政策的首十年 但當然主要是因為 之所以這樣子分界 主要是因為 因為杜博士當時會跟他的讀博士班 然後一直到畢業就是那段時間滿 然後八二年畢業 所以他當然能夠做這首十年 我們也很習慣性的 以這樣的方式來分界 說經濟政策或者是經濟發展 但我覺得這個分界 比我們現在後代來看的 有什麼 我覺得這個分界有點不太正確 或者說我們能夠做得更好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新經濟政策在七年代開始的時候 其實最起碼我覺得到七零年 七十年代中業以前 它其實是非常鬆散的 就是它基本上沒有太正式的 跟沒有太嚴謹的 相關的政策的這個圖談 主要有幾個原因 那因為說當時候 反對這一種就是有直接 政府直接干預的政策 其實反對聲量非常的大 因為你想想當時候的財政部長 還是陳修信 大概知道七十年過後 然後才換了下來 所以它當時候因為整個社區 不僅是非污浴出群 包括說像資源很多時候 還掌握在馬華的手上 這樣的一個情況 也包括說當時候的 這個經濟的資源的掌握 也還在外資 當然就是英資 然後也包括在一些中資的手上 所以變成整個的 反對的這個聲浪 而產生這個抗衡 所以即便是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它其實的 這個下手其實並不太重 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業以後 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第一 當時候不是已經聯合沒有了嗎 就出現了Barrison National 那基本上是什麼 將所有的反對黨都收編過來 包括民政黨 當時候 你一收編過來 所以為什麼杜博士 才不能夠出版這個著作 所以你把這種反對聲浪 收編過來的時候 那反對聲音就相對小了很多 基本上甚至說已經不再存在 所以我覺得分界新經濟政策的第一階段 應該是七十五年以前 七十五到大概八五八六 那是一段時間 然後八五八六以後 尤其是在ICA被放款以後 然後大概就是最後 就是所謂新經濟政策的最後那五年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分界可能更適合一點 前五年後來的十年跟後五年 我覺得這個是就實現上 就因為馬來西亞當時候 domestic politics的一個演變 我覺得會更適合分界 第二也爆發說什麼呢 國際經濟的演變 我覺得也讓新經濟政策的 在實行上的緊跟送 有這個改變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我說的那個七五到八五 這段時間是什麼時間 這段時間 首先進入七十年代 那是什麼年代 那是一個 當我們的整個國家的產業政策 或者說工業政策 開始從六十年代的所謂進口替代 然後轉向出口導向 所以當時候就是 你會開始出現很多 commodities export 你會出現很多 resource based manufacturing的這個冒險 所以它主要是 你這個國際市場會出口 這樣的一個環境 而且很重要的一個國際環境 那包括 七十年代中間 一直到八十五年以前 全球的commodity prices team rubber 然後pum oil 的價格都非常好 有什麼重要性呢 重要性第一 因為當你的整體的經濟 是往外的時候 那基本上 因為外國的市場 它的領域是Sky 所以你才有這樣的這個 經濟規模跟容量 讓你來執行 資源再分配 而因此不會衝擊國家的經濟增長 它基本上不是在同一塊蛋糕裡面 重新分割 而是在一個能夠讓經濟蛋糕 不斷做大的情況底下 你在做分割 所以這樣的情況你會發現說 它變得容易得多 除了第一個剛才我提到說的 因為我覺得當時候的政治的抗衡 減弱了 然後第二個 因為國際經濟環境 允許 向這個經濟政策的這個推行 然後當然也包括說 因為我們當時候的經濟 主要還是以agriculture為主嘛 所以它更多的這種commodity export 帶來的這種外匯 所以讓政府用這個資源 然後去幹這種事情 做這個所謂的資源再分配 我覺得是在 所以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家裡的分野 也不僅有它 domestic politics的這個考量 也有國際經濟的這個考量 為什麼是會來最後的那五年呢 因為大家還記得 8586就是 我們第一次獨立以後 第一次出現經濟衰退的時候 除了當然包括 因為這個廣場協議 然後熱源升值 導致這個整個的 中工業的失敗 也包括說 commodity crisis 在那個時候就 就打垮了下來 所以在這個整個 那個剛才我提到的那種 利好因素 不出現的時候 已經沒有的時候 也80年代中一 也就是馬六的這個整個 整個正名分裂成AB3的時候 抗能聲音變大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的 新政策的轉向也出現改變了嘛 國外的整個的局限不一樣 國內政治的局限不一樣 所以才會出現什麼 ICAA被放鬆 然後重新出現說 以外資為導向 然後進入整個90年半 那個是經濟增長 最快的那個時候 所以我們覺得說 可能我們在看這個 新興政策的時候 可以 或者說要放在這樣子的一個 背景下 來 來 解釋這個 新興政策 這個是第一 那第二個 我想 拋出的一個想法 就是 因為這本書 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它是一個 class-based 的analysis 就是說 它是以階級 來 檢視新興政策 我說 我當然回到去我剛剛說 我會羨慕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大概在大學 找不到任何的研究 會 Ideas 然後 能夠在同事之間 能夠散播出去 然後 能夠出現著作 那可能是沒有 但是 這個class-based 這個class 以階級來做分析 其實在當時候 現在看來 它其實已經沒什麼 對吧 所以我說 為這個階級 為這種capitalism 而設計的這個 這個主張 現在看來 聽起來很不同 但是我覺得 在當時候 其實一點都不 因為你想一下 這個概念 其實它是一個 我們所謂 neormaxist的這個 這個研究法 但是中國在哈佛 然後有當時候 所謂的 Paul Persevich 這些東歐來 過去 美國的 這些階級學家 的 在這樣的環境底下 所帶來的 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法 你想要在馬來西亞 六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 這個對於 共產還那麼敏感的 一個時期 我說你還能夠用 neormaxist來做這個分析 我說那個是一個很 很了不起的一個做法 但是提完話 回到哪裡 我說這個 但是 我想提出的一個題文 就是說 以階級來做 新經濟政策的同時 你的分析 是否適合 那當然這個不是 要對這個 杜博士的這個作品 任何質疑 而是否覺得說 它到底適不適合 為什麼我會有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就是 我們之所以 要在談 用階級的 這個 觀念 或者這個分析 這個 新經濟政策 它更多應該是 在八十年代 那就是 馬哈利歐上任以後的 新經濟政策 我覺得會更適合 因為當時候就是 已經出現什麼 就是我們常講 就是在馬哈利歐的 執政以後的 這些政策 一系列的政策底下 才會出現 新馬來權貴 對吧 所以才會 然後進入九十年代 很多的這個政策 都是為了保護 新馬來權貴 尤其是在 這個私營化政策以後 很多的這個國家機關 然後 私營化以後 所產生的這個財富 所以 以這個 新經濟政策的概念 然後 來維護 新馬來權貴的這個利益 我覺得 應該到那個時段 它才有 它的這個 分析的意義 因為當你在七十年代 當時候 像 都國師也說的 當時候哪有什麼 馬來權貴的 對吧 它根本的這個比例 非常的少 所以你更多的是 通過 國家政策 來培養 新一代的這個馬來權貴的家 基於什麼呢 基於 對資本累積重要性的這個考量 這個 這一個是階級的這個 一個 一個鬥爭呢 它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哪怕 提起了 用class來做分析框架 我純粹用非常正統的經濟學分析 就是說我理解到一個國家要發展 一定要資本累積 因為資本 才能夠創造知識 才能夠創造財富 然後財富才能夠下流到 特別的不同階層的資 通過薪金 通過種種不同的這個補貼等等 所以那個純粹是對於說 資本累積的重要性 而採取的一個政策 它跟說 維護資本這個階級 以維護資本階級的這個 維持 然後族群 考量 就是為手段 這樣的一個說法 我覺得在新冊政策 最起碼就是 杜博士所研究的那十年 我覺得反倒不太誠意 所以我覺得它不適合 所以 這個是我第二個想掏出的這個看法 當然我會為這個想 為什麼呢 因為 當 在用這個class 來做新冊政策分析的 最出名的一本書 就是 Teres Gomez 跟Joel Mo 在90年代出版的那一本 Profit Politics Hypermation 應該是這本書 到Cambridge出版的 那當時候 有很多新馬的權貴 因為新冊政策 因為私營化俗 而獲益的這個結果 但是那個主要就是在 馬哈列時期以後 90年代以後才出現的一個情景 所以這個就是我會有 這樣的一個疑問的一個地方 這個頁面 好 來到我的第三頁 那既然我們已經 就是我們用class 來做這個政策的分析 然後是不是代表著說 假設我接受這個說法 以這個杜博士的 這個monograph 作為一個理論基礎 是不是代表著說 我其實接著下來 我所有的這種服食政策 不再以族群為 為手段 能不能夠以階級為手段 就是說我出於 就是說它不是racial based the familiar action 它是class based the familiar action 就是我所給予的 任何的這個服辭 都是你是否是屬於那種 一無所有的群體 就是貧窮的群體 然後作為我 我資源的這個 這個對象跟這個 這個政策的設計 是不是能夠用這樣的 這個概念 因此用這樣的這個手段 作為接著下來政策的設計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可能在我們 因為我們每次在談真正談 最多句 它是不是racial based 它是不是needs based 但我們能不能夠開出一條路 它是不是class based 所以這個是我的另外一個想法 所以我覺得我暫時就說完整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我的老朋友 我的學長 我們的學長 懂得懂 你們都很親切要聽到懂得懂 嚴格來講應該是讀懂事 很用心能夠參加這樣一個討論會 當我收到這個 聽這種書的證明 我真的有一點不敢接受 因為第一呢 我已經相當一陣子沒有深處的 研究馬來西亞經濟的問題 我雖然是有發表過一些小文章 不過都說不是那麼大快頭的 學術性的文章來聽馬來西亞 不過因為我長期的關注馬來西亞 各方面的發展 我就想在這邊 要說 借花獻佛漢 是嗎 或者是 講的另外一個更詮褻的話 就是 搬落 就是真的 給一個感覺到叫我來搬落 就給我一個現場的機會 我很同意 Bocato的說法說 要了解當時的話 可以了解到今天 人家說 了解歷史 能夠 決定未來的往生 可惜我一樣不是這樣想 了解過去 就知道為什麼 事情會這樣發生 接下來要做呢 就要靠我 過去不一定會決定我們的未來 因為我們到底是機器人 這是我們同意 很多的看法 我很容易 YED的看法 看到那個 新經濟政策 的一些成就 允許我不同其去 好嗎 因為我在整個政治的發展中 馬來西亞 中資產經濟的出現是很重要 甚至呢 在某方面來講 這也給人一個 比較有心情說 要搞政變的可能性 不太大 我對馬來西亞的觀察 因為參考別的國家的經驗 我雖然很反對馬來西亞的政策 尤其我可能有一種 你們叫做哈不哈 我可能有人承認說 我常常反省說 馬來西亞這個問題 我認為新經濟政策 產生這個相當庞大的馬來西亞政治 就是要結局 使到馬來西亞 會搞政變的可能性的精神 而這個也是我對馬來西亞 未來的發展最擔心的問題 我不敢講說 以後就不會了 因為有人到底 我不是一個醫院子 他們叫做 藝人 對不起我二中文不好 我是個二寶子 很坦坦的跟你們講 另外呢 這個 這個事實上的成就 這個我原本接受 不過成就之中有一個主題 就是馬來中資產階級 探索 在於一般像我們都覺得 中資產階級的出現 帶來社會的開放 這個東西 對馬來西亞覺得很適合 雖然這個概念是西方的 不過呢 我覺得這個概念基本上還有到 還有到 還有我想另外一個呢 現在可以提名一點 可以嗎 我覺得他的比較嚴重的失敗 除了教育以外 還有人才的外野 人才的外野 人才的外野 這個賣給嗎 會感動嗎 因為現在全世界來講 人才是最寶貴的東西 馬來西亞的 人才外野是很大的 最大的收益者就是我們的靈活啦 還有其他的 我在外國長期的國中 我就看 報告 有一些我覺得 相當了不起的馬來西亞 我一直問 為什麼他們會留在馬來西亞 我就不同了 因為我是逃沒逃到外國去的 我是沒辦法而走去的 另外一點呢 在2017年 有一個國際新聞 提到一個冰城出身的一個附件人 他的名字叫陳富洋 是 應該是 平南Free School的人 怎麼翻 平南Free School的一個學生 大陰陰醫學 大陰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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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呢 他是一個公司 叫Blockholm的CEO 他在全世界CEO的信息是最好的 2017年 你們可以在委員會比較查到 113百萬美元 夠小等等 113百萬 這個人是平成的馬來西亞 就是平成的 而現在呢 Blockholm是在那個 那個 西里特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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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相當大的 國際公司 我沒有聽到他 還不久不久回來馬來西亞做公信 可惜不可惜啊 這個為什麼 這個為什麼很凡事 而更 更 更一更的 可以說是規模更大的呢 就是 在六十年代的時候 馬來西亞 比 台灣 南 韓 更先進 從那個 我們所公民收入啊 各方面也會比較好 現在呢 我不用講 你們得也知道 是吧 所以剛才我想補充 萬一的一個看法說 國者也該幹涉等等 這兩個國者的成功 就是因為國者的幹涉 我講的對馬威 是吧 為什麼我們不能互動 而國者的幹涉 他就培養一些貪戶法 一些權貴階制 就是 他們的特點就是貪 而貪戶呢 只是馬來西亞三個大商之一 其他還有兩個大商 更比貪戶還要更嚴重 就是 種族主義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還有 最近這幾年的那個 宗教的那種 機關主義 這時候要談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馬來西亞的 我會 對美教會其實跟他幹涉 Nation Union的一個失敗 不是完全失敗 有一點成績 我基本上來講是個失敗 Nation Union的一般上把它翻譯成 國主前世 我這點我覺得中文翻譯得很好 Nation一般上人家把它翻譯為民主 有時候我們講馬來西亞做一個意思 馬來民主 華主 英格主 不過你會講到整個馬來西亞做一個 例如說 如果有民族的話 我們要怎樣成這個 我們不能夠再成為民主了 是吧 所以呢 英文對這個文一長期來語 要再看那個字的理解 而中華文啊 我覺得這一點 我們講話也應該很驕傲 他把它翻譯成 國主 國家的 國 女主的主 我覺得這一點 是很欣賞的 馬來西亞的國主 國主建設基本上是失敗的 我剛才講到前面那三說八三 還有另外一個更方便的例子 就是我們的前總理 武威力 他說 我的第一是一個馬來人 第二才是馬來西亞人 我說 一個國家的總理能夠講這樣的話 我這是國家的羞恥 那個是馬來西亞 我看到這樣的人 我真的很懷孝 一個國家的總理講出其他的話 我回來到馬來西亞 我還有朋友 確認一下說 他也講這樣的辦法 他說 我說 這個是國家的羞恥 the shape of nation 對不起 我可能講到有點激動 這說明我公共愛馬來西亞 所以現在允許我對歷史的政治 來談談這個什麼叫國主 因為呢 我相信這個整個討論之中呢 我可以使我有機會解釋說 我們對這個東西的失敗 不能夠全部歸共於政治領導人的無能 和他們的那種動機不表演 我不一起表演他們 他們肯定在這個自信工作中 給他的失敗得利好 我給他們打門是不及格的 不及格 不過不以臨分打 可能四十五分 肯定沒有及格的 不過另外一個我覺得一個更大的問題呢 就是對國主的概念 我們鬥到西方的非常錯誤的事情 這個我想 能夠跟我要想講的東西嗎 因為我對這個事情很想很久 如果故事誇張的話 我最想講十樂三年 我當時在台灣教書的時候 二零一二年 二一三年我就開始想這個問題 一直想到今天 想跟各位分享我的一些理解 因為這個Nation Building 這個什麼叫做Nation State 民主國在這個概念 完全是屬於西方的歷史來的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不太需要 而我們還是不斷地用它 我自己比較喜歡用現代國家 Modern State 而不是Nation State 我會解釋 在了解西方的歷史 有三個很重要的事情 一個呢是第六四大年 強調第六四大年 當時在歐洲 特別適合使用 打到你死我 他打了三十年的 我們叫做宗教犯罪 打到他們為什麼結束 不是暗衡 打到沒有力量再打 軍隊沒有東西吃 是吧 因為你打仗死人 加上軍力打仗是不如去正常的 加上人家 因為打仗的逃命啊 逃命就跑到神力裡面去要等等 一個軍隊跑到某個地方 沒有東西出來 是吧 你要搶 你要搶 你東西可以搶 沒有東西可以搶 所以打到那個軍隊呢 沒有辦法再打下去了 所以他們要仁此人啊 所以他們的領導人說 再打下去 軍隊這個校圈就要殺掉 當日有這樣的傾向 軍隊要殺掉軍官 所以當日沒有說 有這樣的東西出現 他們說不能夠正常 不能夠正常 我們要抬 為什麼會打到這樣 我希望 因為當時那時候的人 我們現在叫做身分證侯 身分證侯是宗教 而不是語言 不是文化 甚至不是義群 甚至不是階級 甚至不是階級 這個呢 是在那個整個 西港歷史是很明顯 甚至在那個 中東的歷史也是很明顯的 他主要的身分證侯是宗教 為了宗教可以打得你死我我 你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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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在結束的過程中 他們就得到一個 歷史系的重要的解憶 就是 假設你這個是一個幫國 不是國家 是幫國 一個幫國其實不一大 可能是五十萬人 第一是 馬來西亞一個小城市 有時候還要寫 你的幫國裡面呢 有兩種人 至少兩種人 地馬是天主教 地馬是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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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當時的諸侯 你們經常把他翻譯起來 不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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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王子 其實不是王子 他們基本上是一名諸侯式 那麼呢 你假設你是信仰天主教 你說OK 我會必 我會 我會 要和 那個其他的教徒 過另一個選擇 要嘛 你接受我的宗教 要嘛 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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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管 就很大的政策 解決的這個問題 這個是個 有歷史上的一個創決 這呢 當時人家就一個概念 說一個國家 大家要同樣的宗教師 大家要同樣的 雖然我說有絕對的問題 不過呢 給我們帶來一些故事 一直到今天 我用這個字不一誇張的 我最近給人家錄影像 要放在Utick 我用這個字 我什麼也可以放 我說這個Nation State 這個東西是有帶政治上的故事 人 It's a political poison 就是有許能解釋 那麼呢 就以這個概念的時候 大家應該是同樣的東西 我們才以合理 這個概念 演變到法國另外一個字 重要的字 就是法國大革命 一大六七八千年 法國大革命 大家都知道 喊嘴都喊 三個很漂亮的口號 自由平等博愛 對嗎 你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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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的影響是 特別大的影響到 我們尊敬的手中的自己 一直到影響到它 不過呢 我覺得我們鼓點的一個更重要的概念就是 公平 公平 如果你講 我講平法國大革命 我說 這兩個字是對世界 正式學裡面的共設計 不可小看 這個概念 你看 公平跟人不同 跟老百姓不同 皇帝跟臣不同 什麼叫公平 如果有機會在這裡 我自己還是要聽 我現在講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字字 就是一大七年 這個字字很重要 在學歐洲的歷史 這個字字 是特地重要的 當時呢 在這個字 其實 這個那一段字字之前 目前的 啊 德國 是很多小班 超過一百個 可能兩百個 既不其他人 老年輕來見 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 不是開玩笑嗎 我們的親愛的主席啊 不過 不過呢 不過這個很多的小班 他們基本上 信仰的是 信教 Destiny 不是全部的啦 不是純粹的 或大的信 第二 他們有同樣的語言 歷史 同樣的文化 所以呢 就相當順利的 被一個很表不齊的 歐洲的政治家 叫 Bismak Bismak 重要的 Bis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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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一個問題 為什麼 你當時 和國的軍隊 勢力 外交的 成就各方面 為什麼 不要擋進去澳洲 佔領多一些平等 為什麼 因為 宗教的 Bismak Bismak 我說 欸王教授 你可以什麼 給我一個建議嗎 我說 你去看看Bismak的歷史 Bismak 吃到夠 他就不要再吃了 真的 真的他就 我覺得 這個就是政治的智慧啦 政治的智慧啦 吃到夠了 就慢慢的 放進去 因為有 我的成就 他是先有民主 才有國家 所以我來 我對整個動作 這個科技的演習過手 這個詞是 為什麼 會出現 為什麼不是 State Nation 那是Nation State 因為德國 是 有民主才有國家 所以現在的人國 人家就同樣 民主國 Nation State 一直用到這裡 因為 他的那個 成就很 也變得太大了 從一個萬七 不是懷 很分裂的國家 但是他變成 舉之輕重的一個國家 那個 歷史經驗太震撼了 大家會 為了 給他那個農層 就 弄殺的眼睛 迷惑了眼睛 所以 這樣的經驗 另一個國家可以用啊 還有另外一個成就 就是 地大利的 Nation 把他的國家的成立 其他都沒有啊 所以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 啊 在馬來西亞的運用是很不實 包括在目前的 差不多世界上 大多數的國家是不實用的 不實用的 因為 如果以這樣的理念 來 建立一個國族 不實用 雖然 碰個釘子 帶釘子 帶釘子 甚至國家的經濟 啊 那個什麼進程力量 不斷的 不斷的甩退 還在用 這個 這個思想的嚴重性 要不實用 是 我們會講 在馬來西亞的 包括一些非馬人的知識分子 對這樣看 我真的很驚訝 有一些朋友 他們是相當了不起的 知識分子 他說 馬來西亞的官員 應該各方面的接受 這種主流的馬來西亞 甚至有些講得更誇張 我們放棄完成 我 我跟他們有一點很疑惹 當時可惜我 還沒有引起這個問題 我們怎麼信 結果現在那個網路 我就說 我可以跟他們 而我很 高興跟各位報告的 我一個很妖豪的 印度朋友他 跟一個馬來西亞的 就變成馬來西亞的人 他跟我講 他年輕的時候呢 跟很多人都不贊同 有幫我學校 不過呢 他現在變成 我們學校的一個主持人 我很想把他帶來 明明的經濟參考 這個朋友的名字 叫朱漢是 跟我很要望的 因為很想跟希望他能夠寫一篇小文章 講他的思想的國 這也說明說明 其實那個 這個所謂民主國家這個概念 其實也是破產 是破產 是破產 然後我經常跟很多人講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用現代國家 而我要補充的 我們雖然批兵 批政 我們也不應該說 他們是壞大 壞人 等等 等等 我們來做 他做的 我相信我那些華人 和你 有這樣的概念 他做的可能 做得更早 所以這個 這個使我想到了 在位的很多都是知識分子 甚至於寫我們前是高位 還有厲害 我們也來把這個東西 當作一個抗戰 在思想下 做出一個更好的 更適用的 更吸引力的一個概念 比如說 老婆爸跟美安娜的國 這兩個字 我們他的貢獻是 歷史心 我們是我們能夠 接受這個挑戰 這次 第二個思想的重要性 允許我講 家庭的一些小故事 這個也不是對我媽媽的評評 當我在二人 我媽媽高興說 我一個小鮑魚出現 他是你的 我媽媽說 我很高興高興 當我跟他講 我第二個孩子出現 你是你的 我媽媽就很不高興 過後呢 我知道我媽媽的思想 我有點心疼 我接受 過後呢 我就放上一個籌 跟我的可愛的小鮑魚 看出這個事情 他說 難道你的 我的婆婆要怎麼丟掉 去換一個男的嗎 我當時一個想到 唐朝一個故事 那個地人節故事 你們知道 地人節跟武哲天那一關談到嗎 我可以談嗎 謝謝 因為武哲天開始要把他的 他的華為交給他的資本 信我的 哇 他有這個交我沒出息 所以呢 當時那些 呃 當時的同志接人 也欣賞武哲天的了不起 就希望得了 武哲天那就是一種叫做 當時的希望 做過後你就退吧 好 那麼呢 於是 武哲天 武哲天肯定是一個很咬不起的政治家人 就跟敵人類好 這個事情 敵人節很厲害 他說 這個是你們的假事 不過 陛下你們想到 以後 你百年後 你們會做為惡鬼嗎 我講得很自覺啦 其實我就說 家聖 要把這個皇位交給胡家 胡家過後呢 就把他當作 他是你的假人 胡哲天是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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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這也可以知道 我的成文是不太實 所以我正在班門錄裏的一個活場 因為 你以後 可能過了幾代 你就是變了一個惡鬼啊 我媽媽有同樣的擔心 我說 我就跟我的小女兒講這個故事 她很聰明 她也說 是的 你媽媽其實不是不提示我 就怕你 五十年後你變了一個惡鬼 我媽媽是一個很不錯的 為什麼我探獄 你這樣的思想 所以 這個思想 正確的思想 是很重要的 我的太太 我這一代就 這樣 我將會 你們也沒有 是不是 假設我是你的兒子 你不看我時空 變得更惡鬼 是吧 所以 我一直強調說 有時候 一晚你們要聽聽這個政治家 所以我們也要了解他們 他們為什麼會患上這個愁 因為這個愁患上呢 這個愁有生命的基礎 有生命的基礎 作為一個學者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我們也有這個證明 在這方面 做出關係 我現在要 講到 第三 這樣的活動 這樣的一種貢獻呢 是 它的長年 的歷史性 的 全球性的意義 講得很誇張 不過這個是 對的 允許的技術 第一 馬來西亞現在 碰到的問題 所以很多國家都碰到 包括美國在 不過他們的性質 是不看一樣的 也碰到 美國 早一陣子 可能沒有這個問題 現在這個問題 為什麼 吸引大批的移民 加上全球化 這兩個東西 就產生成了 要講全球化 他們的解決方案 可能有不同的 不過拿在很多這些 發展中國 還是才 像馬來西亞 這樣的國家 因為它 是一個 因為有那種 自公主義的歷史 他們在同樣一個地區內 有各種各樣的民主 我們也 以那種 民主 國家 Nation State 而來做 所以我們一定走不通 無異人都走不通 無異人都走不通 就是在 這個少數民主 是很少 加上 當軍 在相當 可以說是 特殊的環境之下 英文的養 可以成功 這樣 可以成功 不過代價呢 就叫死亡文化 很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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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華人在馬來西亞 是整個國家的一個很豐益的職業 你把全部的華人變成馬來人 所以國家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我對那些很堪益的馬來西亞 都很重要的看 這是一個 第二呢 這個 解決在政治思想上 會有一個突破 就 至少在馬來西亞 它的成本 會使政治學裡面 有一些書是要改詩的 是要改詩的 我希望啊 他在我史之前 能夠看到這樣的書 在我的書 也有這樣的一種 一種猶豫 另外一點 我要談到馬來西亞的一個特點 加上馬來西亞的 是我在這方面做的參觀 對亞洲的一個崛起很大的貢獻 因為你看啊 要馬來西亞跟新加坡 這兩個國家在全世界上 我敢講是全世界上 是唯一一個有四大文明的 同樣在那個社會主流生活中辦 重大的景色 倫敦沒有 紐約也沒有 我住在阿姆斯當 河蘭也沒有 而馬來西亞的看 馬來西亞是一個很 是一個很洋華的國家 你不相信你去 Leggarten 看一下 好 這個很喜歡華的國家 新加坡更不要講話 第二 華祖文 在馬來西亞是 你們叫個 mainstream of social life 就是社會生命中的一個主流 不是唯一的主流 七種主流 第三個肯定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他一定都會 世界上你沒有這樣的一個國家 如果我們以一個開放的態度 不是以童話的態度 而是一個 integration 融合的態度 通過一個相當久的民族 融合 我看我們會創的一種新的文 而這樣的文明的出現 加上 這些世界上的 與好人事的同志 我看會使我們走進一個 我剛講 一個新的亞洲文明 一個新的亞洲文明 會對整個世界有很大的貢獻 我講的 謝謝 謝謝 各位 在座的朋友如果要參與的話 待會兒可以提出你們的問題 我先稍微提一下 黃造新教授呢 其實他是1972年 他華文學會的副主席了 他把他華文學是1974被關閉的 所以曾經也經歷過 在學校都經歷過 國學超美的時間 後來是 複集到荷蘭去讀完他的管理學博士 那麼他研究的幾個主要的領域呢 其實剛才在他的說話裡面呢 大家可能會稍微知道一而 一個就是 亞洲現代化 另外一個領域呢 就是國主打造 所以他是從這個角度呢 切入跟我們談 這個經濟政策的問題 那麼 黃金龍博士呢 我剛才也沒有介紹他 因為我覺得不一定要 所以一開始就這樣子介紹 來影響你們究竟的講座 他本身其實是馬來亞大學的 經濟學士 過後經濟授試 過後是在UPM 他的博士學位 是讀某關經濟的啦 也是UPM 1974年以來 第一位拿到一級 不是一級 應該是科級 Distinction 博士論文的 所以是一個後期職修 所以剛才 我是第一次見到他 我問他第一句話是 為什麼不在國立大學教授 跑到南灣大學來 所以 他是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 那近年來呢他更加的是 走向一個 是影電台的主持 經濟的節目 這個主持人真的是不簡單 因為他要這樣子上節目的話 其實就是想有一些話 要讓大眾知道的 所以把自己本身來主持 來帶動 所以這方面呢 他也得到很高的評價 就是麥克風 這個話筒 不要摸在他的手上 不要摸在他手上 這個就是我們世界了 所以剛才給他 只是講了十分鐘 實在是太少了 我想對於這個新經濟政策呢 剛才他也提出 所以這是三言兩語的 讓我們看到說 我們最初在70年 這個新經濟政策推動的時候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標呢 就是蟲族社會 蟲族社會 蟲族社會 那我們的焦點呢 好像我放在這個蟲族社會呢 都是族群 蟲族這樣子的角度 所以剛才跟我們提出的呢 是一個階級的團點 這個 相當 相當 相當心理的一個看法啦 我覺得特別有意思 是不是 在 剛才王教授提過以後呢 你有一些在補充 再給我們多說 先讓他們在補充 也好 在座呢 我相信這樣子的 像剛才所說的啦 今天好像一場老朋友見面的 剛才還有幾位 印度同胞在一起的啦 不過我們都用華語 我們就離開啦 現在我們就 其實語言不是問題啦 用語語 用馬來語什麼都不是問題 我們是溝通交流 可能在座呢 也有很多一些 不同樣的想法 你們提出來了嗎 跟 我的問題是想問 杜博士齁 因為這是四十年前的 你寫一本的任文啦 我想知道你寫這本任文啦 你最大面對的問題是怎樣 你怎樣 你怎樣得到這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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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能出版這本書 到底 現在方便講一講啦 就是以老朋友的身份講啦 不要寫在報紙上啦 你面對什麼情況 是不是有 政治部來干預 所以不可以出版這本書 還有呢 我想知道啊 這個 新經濟計劃裡面 他的當時 隨時在那個 公司裡面 證明了 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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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吃 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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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誰是 誰 panel 我们华人只能在一个小的空间运作 所以我比较在历史上 我比较对当时的问题 我想知道更多 因为你的年纪是很大了 所以要找像你这个资格的人才问 其实在社会上已经不多了 我爸爸很多朋友都打爆了的 所以我觉得要抓紧问 当时你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谁是这个新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你可以详细一下吗 如果不方便写在报上就不要写 可能我可以回答英文吗 但是坦白说 我还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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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我还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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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写了 我还不确定 我还不确定 我都认为 无论其中一位是阿杜萨刚刚去世不久 他是草尼乌棍勒嘎拉的一位主要人物 而乌棍勒嘎拉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我也知道那个时候在EPU经济策划去服务的也有一两位很高级的华人 我认为泽东嫖锋 谢谢你给我来打给你 我的好朋友刚才说他失败了 我已经有80年了 我的记忆是很很高的 谢谢你给我告诉我 Yao Tong was actually the CEO or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EPU and the Treasury Secretary General Anderson Hu Sing was actually one guy who later became a minister Hu Chong MCA became a member of Parliament in Melaka I think it's Chong Hong Zhe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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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YA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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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